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年多以前 我来清华时 同学们对我说 中国领导人出访时经常在国外的大学发表演讲 能不能在中国的大学也经常发表演讲 并且邀请我来清华演讲 我今天是来兑现承诺的 走进清华演 看到同学们一张张朝气蓬勃的笑脸 我心里非常高兴 清华 是一块教育和学术圣地 清华演 人节地灵 一百年来 从这里走出了许多中华民族的精英 可谓 可谓人才会翠 逃离满天下 水目清华 惋惜清阳 我年轻的时候 读朱自清先生的《和堂乐色》 文中描维满天下 文中描绘的宁静坦淡的意境 至今既已忧心 清华大学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 一百年 对于一个人来说 以为奇异高寿 但对一所大学来说 却正值圣年 或者说 还是青年 我祝愿清华大学 永远年轻 站在这里 我首先想起 曾担任过清华教授的 梁启超先生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 梁先生第一次来清华做演讲 题目是 君子 他因《易经大传》中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细 帝师坤 君子已厚得载物 勉励学子们 要树立 完整的人格 我以为 他这次演讲 对清华优良的削风 形成和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这以后 自强不细 厚得载物 八个字 就成为了清华的校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自强不细 厚得载物的思想 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自强不细 的品行 是古代 先人的智慧 和境界 它深深地 融入每一个 有血有肉的 中国人的 身心意识中 使其刚健 而不屈 独立 而不移 天行健 君子已自强不细 就是说 作为客观事物的发展 以其刚健的品格 自行运动着 真正有见识的君子 当之天时 任时命 顺应天道自然规律 以天的自强不细的精神 推动客观事物的运动和发展 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厚得载物 感谢观看